只是说世界都在关注的这场棒球赛 在开打的同一天 开打之前 有人扬言要在巨蛋引爆爆猎物 要对大谷祥平还有其他的球员不利 对此南韩警方他们接获通报之后 就像现在镜面上您看到的是我们主播 纯沛他观察到的 警方他们是加派了至少30名的特遣队员 还有120位的机动警力在现场随时戒备 好的 直播观众 纯沛我一样是在首尔的高尺巨蛋 3月20号这天是美国职棒的开幕站 那其实在现场因为稍早南韩官方这边 是有收到了一个疑似爆猎物的信件 那其实在现场非常多的警力人员 我们稍早也捕捉到一个虚惊异常的画面 我们带你来看 南韩警方针对这个时间不敢大意 所以他们加派了很多的警力 那刚刚的情况是 有一个女性的包包躺在了球迷通道 那警方看到这个包包 他们就全部围上去 并且请了防暴人员 他们带着防暴毯来到现场 不过后来发现是一位韩国女性她在拍照 所以忘记把自己的包包带走 那随后呢 他们得知这个是虚惊异常 而现场的情况 也是由我们独家直击 如果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持续带你掌握 把时间再加派给棚内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